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正能量粉丝群体 王一博粉丝为穿山甲捐款 2024年7月29日 优酷平台上线了王一博的穿山甲纪录片 寻护者上级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转发了野生救援Wildade 关于你也可以成为穿山甲寻护者的微博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业务主管单位是自然资源部 现作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单位管理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有一项专门用于野生动物 保护和可持续生活的基金 王一博粉丝看了寻护者后 很多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的粉丝们 纷纷给该基金捐款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华穿山甲保护近衣员之力 这就是正能量艺人的带动作用 野生救援公益组织不是第一次和明星合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了 他们合作过成龙 姚明 吴京等 今年是青年演员王一博 公益事业为什么需要明星参与宣传 很简单 因为传播的范围会大大不同 举个例子 Wild Ed官博没有明星参与的江屯公益短片 自2021年发布至今 播放量只有4000多次 而王一博参与的穿山甲纪录片相关话题 阅读量已达4.82亿 寻护者一上线就成为优酷平台热度最高的纪录片 公益不是默不作声 埋头苦干 公益事业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 它需要更广泛的关注和支持才能进行下去 但我们又需要公益宣传 比如号召保护物种多样性 号召绿色出行 减碳减排 因为这是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意义的事 坚持做正确的事 世界才会向好的一面发展 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穿山甲 就是一件正确的事 曾经有人为了他们的甲片捕杀他们 如今有一群人站出来 愿意保护这种濒临灭绝的小动物 这不是作秀 而是在做正确的事 是在传播正能量 王一博再度抢眼 内于新风潮来袭 近日 娱乐圈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年轻偶像王一博深入丛林 参与了一部关于宾威物种穿山甲保护的纪录片拍摄 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强烈责任感 更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明星 王一博选择静下心来关注这一重要的公益事业 无疑体现了他独特的价值观和责任担当 据悉 从项目的选址到与设置团队的联系 整个筹备工作耗时长达两年 这不仅凸显了制作团队的专业性和决心 也反映出王一博本人对这一公益项目的高度重视 这部纪录片将在全球范围内播出 让更多观众了解到这位偶像 为保护宾威物种所做出的努力 作为一名当红明星 王一博所拥有的庞大粉丝群 无疑是他发声的最佳渠道 在当下快节奏 追名逐利的娱乐圈环境中 他能够静下心来关注社会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宾威物种发出呼吁 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众所周知 娱乐圈向来被视为一个追逐金钱和名利的世界 许多明星更多地关注个人事业的发展 很少主动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但王一博的行动无疑打破了这一固有印象 像世人展示了年轻一代明星所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 不仅如此 王一博还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粉丝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作为公众人物 我们应该为社会 为地球承担应尽的责任 这无疑是对传统偶像崇拜模式的一种颠覆和重塑 在许多粉丝看来 偶像仅仅应该是漂亮 会唱歌跳舞的偶像 而很少关注他们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贡献 但王一博的行动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 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偶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偶像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其艺术才华和商业价值上 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传播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核 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 王一博的这一举动无疑为同龄人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正如由网友所言 看到这位偶像为野生动物保护发生 他们也受到了启发 想要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可见 王一博的行动不仅仅是一次公益活动的参与 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此次参与的纪录片备受瞩目 不仅因为这位明星的参与 更因为他本身的制作水准和影响力 据悉 整个筹备工作历史两年之久 足以看出制作团队的专业性和决心 这部纪录片将在全球范围内播出 让更多观众关注到 宾威物种穿衫甲的保护状况 对推动这一公益事业的发展无疑 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王一博将自己的影响力 转化为了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 这无疑展现了他独特的责任担当 在当下娱乐圈中 许多明星更多地关注个人事业的发展 甚至不时卷入各种负面新闻 这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公众对明星群体的整体印象 但王一博的行动 无疑为这一现象带来了一丝清流 像世人展示了年轻一代明星 所应具备的责任心和社会担当 正如由网友所言 王一博的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一次公益 活动的参与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作为当下备受追捧的偶像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真正的偶像力量不仅是出色的艺术才华 更应该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责任担当 这无疑为未来的明星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让人们重新审视什么才是值得崇拜和效仿的偶像 无庸置疑 王一博的这一举动无疑为当下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用实际行动去传递正能量 关注社会问题 为地球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我们为王一博点赞 为野生动物保护鼓掌 共同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